這一張張泛黃的老照片 充分的表現出當時地方繁榮的時光 也可以看出大甲人早期的作息樣貌 還有這一本是以可愛風格的繪本 描繪出淡南小鎮大甲城的歷史點滴 我們大概是參考那個以前大甲的一些文史資料 從清朝那附近開始的資料 有些部分可能就是 因為我們已經找不到參考的圖片 所以我們就是找一些 就是可能憑我們自己想像 那還有一些以前的一些地方騎好來做那個構圖 這本切就是那個大甲城 大甲城有我們美術班 大甲國中美術班的美術班的自由學生 14名的學生 跟我們共同援這個圖 援這個圖裡面就是 我們平埔寺來大甲開墾 開墾後我們做這個大甲 大甲朝陽社區有感於沒有以往的風華歲月 就沒辦法造就今日的發達 所以特地四處找尋大甲地區的老照片 除了製作成一本大甲牽引鏈朝陽的圖文書籍外 並收集大甲近三百年的文獻資料 製作成兒童繪本給民眾參考 這本就是大甲牽引鏈朝陽 就是說我們這個石頭城裡面的風華 因為我們這個風華 以前的商品有的 因為都道路變遷 時空轉移 有的路 還是房子都停留 這個相片由我們一些文職工作者給它保存起來 沒有形式的就全部拿來給我們做基本故事的方法 還有我們社區的方法 因為社區裡面有一張的商品 記載就是以前 端子比較大地人 這張商品非常珍貴 社區發展協會也表示 這兩本書籍將會免費的發送到大甲地區各國中小學 希望能用在地文化的老照片 跟圖文繪本的方式 來讓大家對於大甲有更深一層的認識 繼續將在地的歷史流傳下去 記者王晨炫 台中採訪報導